来关心这是基隆冰柜藏尸命案 这个基隆地检署昨天解剖死者之后 确定身份是男性 与邱家三兄弟指称失踪的房客阿发 这样的条件是非常的吻合 而目前的进一步消息 连线给记者柯一清 好了 主播基隆惊悚的冰柜藏尸案 大家非常想要知道说 这冰柜里面的尸体到底身份是什么 而昨天的法医下午也进行了解剖 而真的有两项特征呢 跟这个可能就是邱家三兄弟所指称失踪的房客阿发 条件有些符合包括了这个死者的身份 依据骨骼的结构呢 判定他确定就是一个男性 但是呢 另外一部分包括了这死者的年纪呢 这法医结果是认为是他是30多岁 包括了他失踪房客罗进发 也是66年次 32岁 因此这两项特征是比较符合的 再加上这空外面呢 这死者罗进发的机车就放在外头 但是车主也就是阿发人却是消失无踪 因此呢 种种迹象很有可能显示这个死者的身份 很有可能就是失踪的房客 不过呢 这针对还要再进一步了解 因此呢 这检方呢 警方也是进行对邱家三兄弟进行交叉论 不过呢 这邱家三兄弟的大哥他却是喊怨 因为他是说他们被警方约谈的时候 是以关系人的身份 但是外界都误以为他们是涉案嫌疑人 因此是喊怨非常的不满 不过呢 在昨天警方也是要进一步针对 就是针对这个失踪房客身份 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死者的身份 因此呢 他是针对到桃园地区 也就是这个罗进发的大哥的拖曳 进行DNA比对 包括了DNA以及这个 是否有遗毒的这个身份呢 可能报告要等到三天之后才能确认 因此目前警方还在进行 比较征讯式的或地毯式的查反 主播